现在这三个大银行里面,我先讲这些大的,我们等一下再讲一讲 比如Hongland Bank跟冷眼先生提到的这个ABNB 这三个大银行里面现在因为Public Bank的利润是目前来讲还维持着它是冠军的 这三个银行里面的冠军,所以我们回来看看Public Bank OK,Public Bank的估值状态我们想大家去参考一下这个 我们叫做Price to Book Value的估值状态 有同学问XOX,XOX我不会,我没有研究,抱歉同学们 因为XOX好像是不是我们要的那种有基本面的股票 抱歉我就无能力给大家,没有能力,没有本事给大家做这个讲解了 那我们看看Public Bank,这个是它的美股资产 OK,美股资产,Book Value是11块多 那也就说,也就说,其实银行它的生意最简单的 我们讲Vitial Banking的话,它是问你们收了一大堆钱 你们的存款,对吗?我就借了你们一大堆钱,所以我要支付你利息 OK,那然后我将你借给我的钱呢,然后就再借给别人,我就收它更高的利息 中间就有一个利差,对不对?那我放贷出去的利息更加高 那我就赚了更多的利润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银行 那么现在Public Bank拥有的那一堆的资产里面呢,是能够帮它产生收益的 那它的资产呢就是11块多,现在啊,Book Value11块多 OK,然后呢,股价呢是16块 所以股价对比它的每股资产呢,对吗?就是1.42倍了 这个就叫做Price to Book了 就是说11块多的资产呢,股价呢现在是卖你1.42倍 16块 所以这个呢,就是股价对比每股资产 这个数字一般上来讲呢,都是会占一倍以上的 因为银行的资产呢,都是不断的帮它产生收益的嘛 从Public Bank过去的ROE里面,对吧,Return on Equity 我知道有些同学说银行应该参考ROA啊 所以我就不太这么的讲究先了啊 Public Bank的这个每股,这个ROE 我们之前也在这边讲过ROE的了啊 ROE也是我们在Value Farm的时候呢,很注重的一个选股的切入方向啊 生产力稳健的生意 Public Bank过去的Track Record是漂亮的 因为它的生产力很强 这边可以看出这个公司的生产力很稳定 Productivity 所以这个它的资产呢,很难卖给你Discountable 通常呢,都会要求收你一个一架的Premium 好的生意啊,一定要卖你有一架的嘛 好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奶茶店 生意很好的时候,你要去加盟一间什么老虎堂幸福堂的奶茶店 你给的那个加盟费都是很高的嘛 加盟费就是你给的Premium 所以现在你加盟Public Bank的话 以前呢,加盟费是那些想象一下 以前的加盟费呢,是两倍多啊 就是,那些我们讲,200千啊,对吧 两倍多PB这边就是200多千啊,example 现在呢,140千就可以了 是这五年里面的最低的加盟费的状态了 哪怕它的这个股价呢,业绩呢也是掉下来 股价也是掉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example啊 ok,那我们接下来对比一下其他的银行 我们就简单的在这边呢,将所有的银行呢都找出来先啊 尤其是那些大的 ok,for bank,我们看看啊 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另外的 Maybank 我们现在看看Maybank Maybank的price to book 我们直接看看右边这边呢 Maybank的price to book呢 我还是直接截个图了啊 好,这个就是Maybank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估值的问题 那Maybank呢也是一个稳定 有生产力的公司 但是它的productivity呢,就好像没有刚刚的profit bank这么的厉害啊 因为profit bank呢都是double digit的 Maybank有时候是9点多 平均在10%一年的这个ROE 然后呢它也是premium状态的 但是没有profit bank这么的高 profit bank是两倍多 所以它就是一倍多 但是最新呢 最新的Maybank呢 是1.03倍 如果没有今天涨上去呢 你在7块2毛左右的话呢 suppose你的book value啊 你suppose就是大概一倍左右的 你的pb啊 所以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没有溢价了 你现在加盟Maybank的生意啊 就好像你的那个你要加盟奶茶店 对吗?幸福堂 他装修用了300千 他现在300千卖回给你 所以为什么他投了那么多钱 装修300千 现在卖回300千给你 因为他现在生意不好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给你这样子的offer 对不起啊 我并不是说幸福堂老虎堂的 这个生意不好啊 如果你们有一些 拿了他的fanchise 在做的生意的 陈建老师没有得罪你的意思啊 我只是刚好举到例子罢了 所以我们再看CIMB呢 CIMB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冷眼先生会讲CIMB 便宜呢? 老同学们答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揭晓咯 啊 就是说在这三大银行 我们马来西亚的三大银行里面呢 呃 得等我再截图啊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固执状态 从 资产角度啊 不是盈利角度啊 盈利CIMB是最糟糕的 啊 现在虽然勉强维持盈利啊 但是是跌到最厉害的 所以他的ROE呢 你看他的生产力呢 就比刚刚的这个Maybank 对吧 又要更低了一点点了哦 他没有Maybank这么稳定哦 对不对 Maybank平均10哦 Puppybank是十几哦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的差别了 那How about这个Premium呢 它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呢 是有两年在一倍以上的 啊 然后另外三年呢 都是Discount状态的 那然后现在的状态呢 也是五年里面的最低 他的每股资产是五块多 但是股价只有三块多 所以呢 他是只有0.57倍 也就是说 Discount了43% of他的每股资产 这个情况 就是CIMB现在的那个 加盟费给你打折 你要 Joy他的business的话呢 他的台台登登啊 他的资产加起来是五块六毛多 但是只是卖你三块两毛多 对吗 他就出现这个情况 所以冷眼先生也说CIMB很便宜 对不对 但是我再讲多一次 冷眼先生 包括我们 包括冷眼先生 我们也不知道他几时回来 对不对 只是纯粹从他过去的记录来讲 他的记录 是一直都获利的 啊 那也是有过享受市场上面 给他premium的时候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 市场上面的投资者就是 不认同CIMB 不认同银行板块 然后CIMB呢尤其不认同 因为他的业绩跌得特别厉害 比Maybank和Powerbank都要多 所以CIMB的这个price to book 股价对比美股资产呢 就处于折价状态 而且折价的挺厉害 OK 好 那么Hong Lang Bank又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来看看啊 Hong Lang Bank 各位同学 我们看Hong Lang Bank 我们就不看Hong Lang Financial Group 因为Hong Lang Financial Group 它有包括它的这个保险业务 对吗 那我们就直接对比一下这个Bank的情况 那Hong Lang Bank OK Hong Lang Bank也是有跌 那但是今年的这个3月份的低点12块 现在是接近15块 那也就是说它的情况啊 没有像Maybank和CIMB这样子跌回去3月份的水平 它反而比较像Public Bank 那为什么呢 它的业绩呢 其实也有下跌 它的业绩也有下跌啊 OK 那一个季度呢现在是500多个million 所以它的利润呢 就没有这个 它的利润没有刚刚讲的三大银行这么厉害 不过超越了CIMB 最新季度Hong Lang Bank的业绩呢 是超越了CIMB啊 它虽然业绩没有Maybank和Public Bank这么的高 它们是一个B的水平对不对 但它最新的基督业绩都没有跌哦 回升了一部分哦 那这个是对比刚刚的CIMB Maybank和Public Bank呢 都做不到的哦 Hong Lang Bank做到了啊 所以这个是挺厉害的啊 有没有同学是比较熟悉Bank的啊 你们可以给一些 如果我们在这个live直播里面 有一些在银行里面做工的朋友 是比较熟悉情况的 可能可以给一些你们的看法啊 就不会太过敏感的一些看法 你能够给的啊 我们其实有问过大部分的银行里面做工的朋友 都觉得银行的 都觉得银行的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度过 还要熬 所以呢 它的股票呢 就没有这么快回升啊 但是会不会继续便宜啊 以及更便宜呢 那现在其实已经便宜了 那更便宜 再便宜下去的话 那你在cut loss的话 意义就不是很大 除非你找到其他的很好的 所以像你一换过去马上可以回升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 我打算收他的 一点一点收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种 切入角度 但是当然你一定要买 能够回来生意 能够赚更多 越来越多的那种银行啊 你不能够买那种很难服输的银行 OK 那好 Homelang Bank的业绩呢 是停止了下跌 反而有一点回升哦 那我们也来看看啊 Homelang Bank它的生产力的ROE 这个生产力的指标 对不对 它的这个生产力呢 不错哦 最近两年呢都是11% 10个%哦 它的这个ROE的指标啊 追得上Maybank了哦 有没有发现啊 好过CIMB哦 最近这五年啊 那么它的这个股价 对美股资产的Track Record呢 也是溢价状态的哦 情况也是比CIMB来的高 能够拍得住Maybank哦 真的啊 OK 然后现在它的Price to Vogue呢 也是1.26倍 它的美股资产呢 是这个11块多啊 最新的这个NTA 就是最新季报里面呢 是update一点的 NTA是季报啊 或者是年报 so 也就是说 它现在这个Premium 这个溢价状态呢 是紧跟着Public Bank的 那现在市场上面 马股的银行股啊 投资者仍然最认同的 从Price to Book 就是我加盟你的生意 我支付的溢价状态来讲 就加盟费 对不对 谁的加盟费最高 还是Public Bank的加盟费最高 第二高的加盟费呢 就变成了Hong Long Bank哦 每一班就跌到第三 下NP呢就打折给你加盟 出现了这种情况 对吧 OK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们 还会问这个 M Bank啊 对吧 RHP呢 那坦白讲 那些就 很便宜了 很便宜了 对吧 M Bank因为它一直以来都不 就在马来西亚 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是 三大银行的之一 对不对 它的Price to Book呢 也是折价状态的啊 而且是Discount 50% 对吧 So 最新的季度盈利好的一点 就没有再向下掉啊 那还有呢 就是RHP 对吧 RHP Bank的业基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下跌啊 So它的Price to Book呢 是0.73倍啊 就比这个CIMB跟M Bank呢 来的高 就在这个May Bank之后啊 May Bank是一倍左右啊 So RHP呢 它也是Discount的 那因为 如果你有May Bank 啊 就example啊 如果 May Bank RHP Bank跟M Bank 的话 呃 呃 你会 宁愿 go for哪个Bank 就各位同学 你们觉得呢 如果是May Bank RHP跟这个M Bank 你们选一选 对吗 呃 看看你们的看法 我来看看同学们 你们的看法啊 不包括CIMB 不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 Puva Bank 啊 So 你看啊 它其实就像 我的问题其实像什么东西呢 像是 整个 从市场上面给的加盟费 加盟费就是市场上面的一个 共同的看法嘛 那最好的 啊 大家觉得最好的 还是Puva Bank 第二就是红人Bank 啊 估值状态 那么 你挨的就go for最好的 挨的就go for 特别便宜的 反而May Bank 啊 啊 May Bank就 不贵又不便宜 那 RHB Bank跟M Bank呢 就便宜 但是不够May Bank好 你们去看看它的ROE啊 这些回报率 还有派系 对不对 啊我们很重要的dividend 嘛 所以如果你好考虑了你的 估值状态 你的这个 扶苏的把握 还有马来西亚的品牌 对吗 就可能品牌大的 会不会你都 给稍微贵一点点都 都都可以接受 对吗 然后你有dividend高一点哦 好我们看看啦 同学们的这个 我看到Jangson Chiu 就说M Bank Hong Long Strong in Intrance 我看看你们最新的 对不起我要看最新的 EPF大手买CNP EPF的买卖动作呢 很很难 我之前解释过的了 因为EPF可以有很多个基因经理在管理 所以你搞不清楚 到底是买多还是买少的 所以同样的Kong Sun Hock同学说 Bank now cannot in 是的 有有这样子的同学们的看法 没关系 我们在那边讨论罢了 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 Bank的这个点评 是从价值投资者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考虑 以及考虑的理由是什么 你可以不认同 对不对 陈教老师我跟你们讲了 我自己可能也不会碰Bank的股票 OK 可能不一定是我看不起这个Bank 又或者是我本身是比较aggressive的投资者 我的做法不想太过保守 对不对 定期定额买Bank的话 我觉得是很保守的那种做法 对不对 所以可能我是prefer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策略里面的一些强势的生意 调整下来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我可能是aim着那一种 我的子弹不够做这种Bank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是在这边探讨一下 给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去思考的 在整个Bank里面的这个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摊开所有的Bank来讨论 对吗 所以这个是我想给大家create的这个value 这个讨论这个讲解里面 对吗 所以希望大家是有所收获的 而不是只是拿可不可以买 谁可以买来作为衡量我们在这边 给大家讲课的这个唯一的标准 希望同学们能够支持陈建老师 给大家每个星期在这边讲一讲这些 关于分析思路的东西 对吗 喜欢的同学记得点赞 以及帮我分享出去 虽然今晚我们的直播人数是在线人数是创了记录 但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再创新考 OK我们看看你们给的答案 Maybank比较多 看到Maybank Jeff Lim说ABNB 我们等一下再聊 Jeff Lim好像是我们的valuefarm的学生 对吗 他是分享者sharer 这个要特别点赞 OK 你们有没有share 是不是TopFan我在这边看到的吗 对不对 大部分同学都是讲Maybank 对吧 老虎 是的 其实如果我是要投 我要从安全角度来讲 我要make sure 这个bank一定是马来西亚最后一个倒下的bank Maybank Maybank是我们马来西亚老虎 对不对 so这个是品牌 还有他在马来西亚的地位 应该他的地位是比RHP跟Mbank来的稳 对不对 那再来他的利润还是billion级的 我虽然900多个million 对不对 利润还是其他的bank里面所不能够匹提的 当然你也要看他的earning per share 虽然我今天没有时间 主意的去算他的earning per share so suppose你要算earning per share 也看看PE了 但是我就直接用了price to book 因为现在他们的earning在decry的过程里面 他的业绩是在下降 那我们讲本益比的话 可能本益比反而会lagging behind so有些我们的同学 我的学员就学过这个东西 PE跟PB 对不对 我们的Valifarm同学也学过 GS课程的学员也学过 so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因为你的earning是在down trend 我们很难用PE去算 除非你用for or PE去修正它 可能此一点我可以另外做一个视频 是关于用我们的Valifarm的APP 怎么去修正这个for or PE 或者是normalizing本益比来做这个 动作的 so当然如果我一讲那个东西 我又会叫你们去买我们的Valifarm 那就变成了广告了 所以我在这边就不打广告先了 所以估值讨论 它在一个declining earning的sector里面 而且银行又是一个比较讲求资产的 然后资产的数值呢 银行的资产数值在马来西亚 97年有一个很大的教训 所以马来西亚的中央银行呢 比很多外国的中央银行都要严格 所以我们的bank 马来西亚的bank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资产数值往往会比较健康 那如果是资产数值又有一定的保障在马来西亚这边 那Maybank作为我们最大的银行 然后派息又是最高 其中一个了 at least它会比RHP跟这个 我看到对比RHP跟Mbank都要来的高 so如果我们作为股东要考虑 在他身上收票慢慢来 我千万不要中手太着急对不对 那Maybank的确是一个 compare with RHP跟Mbank 它就是更好的选择 虽然他没有给你discount 但是他对比他Maybank过去五年都是premium状态的 现在他给你fair value的状态 对不对 你不用给很贵的加盟费可以开到一间不错的 数一数二的奶茶店 那这个其实已经很有吸引力对吗 你看从生意的角度去理解 我们就没有在那边斤斤计较这一两分钱的那个价位 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做价值投资的时候 我经常鼓励大家从生意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ok 那么还有再小一点的Bang呢 就是冷眼先生提到的这个ABMB 我们最后讲一讲这个 ok 同学们 ABMB的股价呢 也没有跌回去今年的这个三月份的那个前期低点 ok 什么原因呢 ok ABMB的业绩呢 也是没有下降 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升替我们也在他身上做一个截图啊 是的啊 那一拼蛋同学PP只是代表undervalue啊 主要还是看投资的这个目的要支付还是要收股息 yes 谢谢补充啊 所以你要赚几倍的差价的话 银行是很难offer给你的 除非他的股价跌的特别的深 对不对啊 那你的回报率可能就是比刚刚我们讲到的 let's say 我们刚刚讲到的public bank 可能回升到20块对吗 那么如果是for let's say ABMB啊 如果他回升到2019年的水平啊 对不对 你可能会有30% 对不对 甚至啊 呃再高一点点的话 你的回报率可能会更高 但是我们也最多讲的多少八千 没有讲多少倍的那个那个概念啊 ok 那好 我们看看啊 Alliance Bank Malaysia Berhad 最新的基督业基也是到六月份 那他就没有再向下掉了 那然后他现在的这个估值状态呢 呃 我们也看看啊 他的这个ROE的状态呢 是接近Maybank的之前 啊 就会像Maybank跟这个Honglong Bank 对不对 在十倍左右九倍 对不起 十八千九八千 但是最近的2020年 最近一个财政年度呢 他是稍微掉下去 降到七点多 这个也是啊 呃 他的股价之前 没有这么好表现的原因啊 but 我们先 讲讲这个先啊 他的Price to book呢 之前一直都是一倍以上的 之前都是Android Premium的 但是到去年财政年度 2020年 现在他已经进入2021年的财政年度了啊 他去年呢 是最糟糕的 跌到0.48 也就是说50% discount 现在呢都仍然只是0.57倍 美股资产 每股资产是 NTA是4块啊 ok 如果是年报的话那是3.86 然后股价呢 现在0.57 2块多罢了 discount price to book 还是discount的状态 ok so这个 他的discount的情况呢 也是跟 刚刚提到的CNB 对不对 以及 偏低的那个M Bank啊 很接近的 那当然 Alance Bank呢 是特别小的 一个银行啦 compare刚刚我们讲到的 他的盈利就是最少的 就是 他现在的利润呢 一个季度呢 是赚100个M左右 对不对 ok so 这个银行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这个是Alance Bank啊 其实他在一年前呢 盈利是曾经出现过下跌的 那 有趣的现象是在这里 很多人不知道的啊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啊 今天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一些 我们之前的研究啦 就说为了感谢同学们 今天我们support到 超过5000人 对不对 要 我们就聊一聊 冷眼先生会不会 mention到这个ABNB 就是有 这个理由 这个是我的一些理解的 我的猜想 我的结合的理解啊 ok so 最好不要当成任何的tips买卖啊 我们就想讲 这个公司之前有两个季度 甚至 比covid-19造成的影响 更加的糟糕 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 对吗 这个就是为什么2020年 它的这个生产力大价 所以它的股价 其实 for这个ABNB 股价跌幅来讲呢 它是比很多的bank 都要来的深的 它是之前从2019年的4块跌到2块 然后今年3月份的恐怕还跌到1块半 如果单论跌幅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 然后它的业绩呢 它的业绩呢 现在已经叫做有了一定的复原情况 对吗 它的业绩没有跌四分之三啊 但是股价曾经跌过四分之三对不对 然后price to book呢 discount也特别的明显 所以这个可能是 它的估值引起冷眼先生注意的原因 那然后 为什么它之前跌到这么的长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 一些分析呢 就是这个Alliance Bank Malaysia Berhad 它曾经试过推出一种户口啊 好像叫做one account之类的 他们尝试try to get aggressive 去做一些SME的贷款 ok 一些一个户口里面 可以借几种loan出去的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有了解更加多的同学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呢 如果有熟悉这个Alliance Bank 曾经出现的一些 好像是我在这边理解 就是一些经营战略上面的一些小失误 造成它的不良资产提早上升了 在2019年 它的financial业就是2020年 在colander业2019年呢 其实Alliance Bank Malaysia Berhad 已经get hit by non-performing note 提早中枪了 那这个东西呢 当然 因为它是一个外国银行来的嘛 马上啊 就管理层就要做事情了 马上就亡羊补牢了 那我想讲的就是 现在covid-19大家担心的 就是银行的non-performing loan 可能会提高 所以就会出现那些impactment 对吗 可能收不回来的钱呢 就要从你的利润里面扣除出去 所以你的利息收入就 你的利息收入就被那个 不良资产的飙升呢 所腐蚀了 那会不会forAlliance Bank Malaysia Berhad 他之前因为提早自己在经营上面 犯了一些偏差 他在修正这个偏差的过程里面呢 已经做了一些 比如他应该impact 应该要拨备的东西已经拨了 然后应该要保守 应该要收紧的那些策略呢 他也提早做了 会不会呢 所以在这一个的covid-19的影响的时候呢 他受到的影响 会不会比其他的银行来的稍微少呢 这个是我的 现在看到 Alliance Bank Malaysia Berhad 他最新的季度业绩 他没有再继续跌 反而像Hongland Bank 这样子对吗 最新的第二季度到6月份为止的 比第一季度来了 好了一点点的 我自己的一些猜想 猜想罢了哈 还是需要另外去跟进跟研究的哈 那如果是这样子 他的业绩 就不会受到covid-19的影响这么的严重 因为他提早 他自己提早 现在是大事不好 他提早自己割了自己两刀 然后提早就开始自我治疗了 他已经是减少了他的一些风险的 这个外漏的风险 这个risk exposure 他减少了 所以他的估值也之前跌到很低了 提早跌到很低了 今年3月份的那个下跌呢 就加深了他的股价下跌 所以因为你看他的每股资产在3块多的时候 他的股价跌到1块多的时候呢 他的price to book呢 就discount多过一半 那么如果他也能够扶苏 你在非常非常低的这个估值状态 可以收到Alance Bank Malaysia 的股票的话 那你的回升空间 就说你如果他没有更坏的情况 你的下跌空间就有限了 对吧 你的回升空间就会比较有看头 那么这样子的原因 会不会就是冷眼先生 有提到他的这个理由呢 所以这边呢就是 我们在讲解 今晚讲解这个 马来西亚的银行板块 最后点评的一个 规模偏小的银行了 那Affin Bank那些就太小了 我们就不讲他了 对嘛 那其实如果要真正看的话 重点方向无非就是 最好的Bang 一个方向 价值投资啊 最好的Bang 第二呢就是特别便宜的Bang 但是也要make sure 他有本事回来 所以 我有一些看法 讲了 然后具体是要怎么做 也是适合放慢来做 银行板块 你不需要着急 因为应该大把时间给你去准备 so你也要make sure 有兴趣投资银行股的同学呢 你是有holding power 因为除了银行股 我们顺便提一提 除了银行股的话 经常被银行 就跟银行一起 拿来一起讨论的 就是那些有license的 i loan的股票 就是那些金融贷款公司 对吗 那如果你compare 这些行业的增长空间的话呢 因为银行 我们可能只能够expect 一个single digit的增长 对不对 但是如果纯粹做贷款的那些公司 尤其是他serve一些 ninch market的贷款的 他们可能会出现的增长率呢 会比Bang来的更加高 如果你是比较追求增长 空间的那些生意的 那可能Bang跟那些金融贷款公司 你就另外要再去对比一下 那我们今晚呢 就在这边停下来了 那个金融贷款公司 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讲 财报的时候有讲过类似的 这样子的几个公司的点评 我们今晚就暂时不展开先 如果喜欢我们的这个讲解的话呢 多点点赞跟分享啊 so我收到同学们的这些留言呢 尤其是去陈建老师的这个Facebook page 给一个5 star的recommendation 对不对 ok 吃走了大家 那我看到很多同学在那边 给我鼓励的话呢 那maybe我们接下来呢 也可以再找机会呢 去聊一聊这些金融贷款内的股票 好不好 所以今晚呢 超了一点点时间啊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调整的时候的策略 然后呢我们讲了这个银行板块 目前的状态的一个review 所以是今晚两个最主要的核心内容了 那希望同学们有学到东西了 对不对 那下个星期我们继续星期二的晚上呢 来这边呢给大家做这个直播讲解了 ok 今晚呢就到这边了 明天大家要做工啊 早点休息 晚安 拜拜